同意燃料船进入红海港口 河台达以及商业航班 进出萨纳国际机场等 野门外长胡塞武装 都对停火协议表示欢迎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 4月1号发表声明宣布 以色列与阿联酋 已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该协定涵盖条例标准 海关 服务 政府采购 电子贸易等 两国贸易中95%的商品 将立即或逐步免除关税 协定将与两国 完成批准程序后生效 这是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 达成的第一个自贸协定 这个春天 祖国各地绿意盎然 百花争宴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领略美丽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味道去向家 有家就有福临门 中国的花生 卤花花生油 卤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卤花中国民族品牌的胶子 笑口常开靠的是啥 靠吃 再笑 云南白药活性太阳高 搭配口腔修护函数页 一刷一束 一口安钢 内外将心 实力非凡 联想优独播14C轻薄本 由英特尔Evo平台认称 超能轻薄体验 联想智慧中国 移动一起 一战式中小企业信息化 解决方案 中国移动 成长时刻 甜蜜时刻 关锯时刻 来欢乐 与所爱 尽享欢乐时光 卡萨迪水晶蛋热水器 富丝 抛全域 高端热水器 就选水晶蛋 哦 陶特 陶特 哦 快乐 快乐 哦 也去陶特 源头职工 好便宜 陶特周年庆 每天都补200万 爷爷每天都让我练毛笔子 书法是我们传统文化 这一笔一画的规矩里 有我们做人的道理 晚上来看天气 今年的清明假期 将不再是雨纷纷了 对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来说 即将到来的三天假期 天气都将是以晴或多云为主 暖意升级 春意盎然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 雨雪消退 主要会分散在台湾 海南 云南 西藏和青海的这些地方 其中在西藏东南部 将会出现大道暴雨 西南这一带呢 也将会是假期期间 全国阴雨雪最频繁的区域 而之前雨下个没完的江南 华南这里将波云渐日 全国多数地方也将一连三天 天天阳光普照 没有了云层的遮挡 阳光所带来的升温效果 将会体现得淋漓尽致 最高气温超过20度的温暖 将会越来越多 假期的最后一天 华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 还将会普遍冲上25度 随后一天还将会向30度迈进 比如郑州 5号是28度 6号就会有30度 这将是今年我国北方省会城市当中的 首个30度 这份如初下般的炎热呢 将会比常年提前半个月到来 而这种情况 近些年也很是频繁 热的早正逐渐成为郑州天气的常态 又晴又暖 天气就会愈发的干燥 那么假期期间呢 我国北方大部地区都将会被代表着 这种天气干燥的橙黄色所覆盖 5号相对湿度普遍不足20% 天干物燥 再加上5号多风 那么在山西的东北部 河北北部 北京北部这一带 清明济扫 一定要特别注意英国安全 好 扫门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 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情4到21摄氏度 哈尔滨情1到17度 长春情2到18度 沈阳情1到18度 天津情8到21度 呼和浩特情零下1度到16度 乌鲁木齐情7到18度 银川情2到21度 西宁清转阴 西宁晴转阴0度到16度 兰州情4到23度 西安情9到24度 拉萨尔情6到23度 成都多云转阴11到19度 重庆多云11-24度 贵阳情4-19度 昆明多云4-16度 太原情1-19度 石家庄情5-22度 济南情6-18度 郑州情7-22度 河肥情6-18度 南京情5-19度 上海情8-18度 武汉情9-22度 长沙情10-23度 南昌情9-21度 杭州多云转情7-18度 福州小雨转情11-20度 台北中雨转小雨15-19度 南宁多云转情13-26度 海口小雨转多云16-19度 广州阴转情12-22度 香港多云14-20度 澳门阴转情14-22度 黄的 白的 海天料酒 传统江南黄 去心 体鲜 创新静香白 解山 增香 引领中国料酒新时尚 有黄的 有白的 海天料酒 都是真材实料的 蓝月亮洁净科技 洗衣是能量释放 洗手便轻松游戏 参洗呈自然礼遇 一生相伴 洁净无忧 蓝月亮 北京情4-21时时第一 添加真实菠萝果酱 多35%蛋白质 细腻顺滑 阿木兮清甜菠萝酸奶 新上市 爱藏在哪里 藏在美食的传承里 藏在多多的红包里 你拍那拍那 藏在拥抱青春的心境里 藏在时刻的守护里 来了来了 中国电信 我是吴京 我坚信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今天更多中国宝宝 和飞鹤奶粉 飞鹤新飞帆卓锐 含乳铁蛋白 和十倍益生菌 专注宝宝自护力 飞鹤奶粉 高端销量 遥遥领先 协调三辆车就二号吧 你帮我们彻夜奋战 我们帮你守护健康 你好 美好之邦 你我相帮 美团 美好生活小帮手 你的边界 由你自己掌握 爆发 你可以更强 双汇王中王 肉量足 更好吃 不断突破 更新 更强 健康美味 就选双汇 大地需要阳光 生活需要欢乐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全新荣耀Magic 4系列 融合计算摄影 全焦段更清晰 旗舰新铁 流畅体验 隐私通话 传音入密 荣耀Magic 4系列 每一处更进一步 大火江湘 国台定行 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 大师精造 真实年份 轰达人生 国台酒 国台新领袖 小麦挽博 农民心忧 不得想哭 不得都是在那里名字 第一次 面对着这个伯奇 畅大三个月 三分之一 都是挽博卖 都是弱表 影响面是非常大的 科技壮苗 助力丰收 实施监控田田的气象 数据可以覆盖 200多亩土地 弄几端脚 整上来 在那天天底下 显成之兜 我们小麦的 第二类苗 已经达到了84.7 中国禁酒 提醒您收看 焦点访谈 生活中 时刻充满竞争 免疫力 是第一竞争力 酒味草本精华 两大核心技术 三类活性成分 免疫调节 抗疲劳 禁酒虽好 可不要贪杯哦 用试试说话 焦点访谈 您好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悠悠万事 吃饭为大 尽管我国粮食连年丰收 但并非可以高枕无忧 受去年罕见秋讯影响 河北 河南 山西 山东 陕西 五省 东小麦 碗拨面积 1.1亿亩 比往年 晚了半个月左右 到今年2月初 这批碗拨小麦 还有不少 没有如期发芽 北方农民称之为 土鲤舞 一些长出来的苗 也是属于弱苗 促进碗拨小麦 苗情转化升级 让土鲤舞 尽快撞起来 成为今年春波春馆的一项重点任务 春风刚过 黄河以北的河南东小麦 进入拔节期 3月25号 新乡卫辉市农业科技专员 来到村民刘建如家的麦田里 他家的麦田 现在长势不错 像是铺了一层厚厚的绿地毯 农机人员用土壤水分速测仪 测量了商情 实地查看小麦的生长情况 据专家介绍 小麦苗一般可以分为三类 三类苗也就是弱苗 一般单株分裂在一到两个 二类苗单株分裂二到三个 一类苗单株分裂三到五个 分裂越多 产量越有保障 从一个月以前的三类苗到二类苗 这个变化让刘建如半年多来 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看到了今年夏凉丰收的希望 去年西夜河南卫辉市遭遇 严重的洪涝灾害 多个乡镇农田积水高达一米多深 高标准农田里的基础设施 损毁严重 刘建如家种